要完整維持後備部隊的戰力除了入武受訓之外 同時也要有相對應的機制來確保部隊的戰力 儘管過去教招的流程更像是跑流程 在營區內聊聊天看看影片就結束了 實際上訓練的內容比新訓還要廢 但是在2022年國軍開始新的教招模式 有兩年一訓更改為一年一招 總共訓期14天的教育招集 訓練內容也改成28小時的槍砲訓練 以及56小時的戰鬥教練 似乎大幅度的提升了國軍後備役戰力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國軍的教招是否可以達到目前後備役的需求 還是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強化的 YO 我們是DBS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國軍教招吧 台灣的軍事訓練在各個層面都有著訓練不夠搭實 訓練更像是作秀 人力不足資源不足的問題充斥著整個新訓部隊 2022年的新智出來之後 我覺得國人都有看到教招似乎變硬很多 舉例來說如果你是破砲專長 那相較於先前看看影片的訓練模式 這次將會增加實際操作的內容 還有機會實彈射擊.50重型機槍 實彈射擊雖然還是與戰場上作戰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絕對緣好過於看影片走流程 這些射擊訓練不只可以讓部隊重新記得操作要領 同時實彈射擊可以讓部隊更重視訓練內容和操作要領 危險係數的提升對於提升部隊的訓練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進去當兵就是浪費時間 訓練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 但是當你發現你不好好訓練 實彈射擊時你就會很有可能出事的時候 大家就不得已開始認真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些改動都是非常好的 在這邊我要給國軍高騰一些掌聲 目前新訓的射擊訓練解決了我先前提到不符合戰場需求的設定 從原本純粹的握射射擊訓練 改成有立射以及跪射不同姿勢的射擊訓練 雖然還可以加入轉換射擊姿勢 切換次藥武器手槍的交替射擊訓練 或是城市戰近戰的訓練 但是這些要求對於14天的訓練來說非常嚴苛 比較適合在新訓以及學校訓的時候受訓 射擊的彈藥數量也從原本的86發增加到183發 同時也終於加入了夜市射擊的訓練內容 除了訓練部隊在微光環境下作戰 同時也教導部隊使用國產的TS-84 雖然我個人認為要達到實戰上的要求並不太夠 因為國產的夜市盡過於老舊 而且TS-84的設計上沒有辦法很穩固的裝在武器上 所以在開火之後常常要歸零 才能打得比較遠的目標 夜市盡本身的供電也不足 只能維持大概兩個小時的作戰 目前也沒有辦法所有的部隊都裝配 而且我猜目前的射擊訓練還是沒有教夜市盡歸零 也就是說在戰場上只要班長失去戰鬥能力 部隊的交戰距離就會越來越短 因為沒有人會歸零 而且如果真的要在夜間作戰 只有槍上的夜市盡是完全不夠用的 TS-84的倍率是4倍 這樣要在夜間搜尋敵人是非常困難的 要是不上夜市盡 漆黑一片什麼都看不到 或是上了夜市盡搜索範圍變超小 敵人從你身邊晃過去你都不知道 而且夜市盡盡量搭配消音器使用 除了可以減低槍身引來的敵人之外 同時也可以把槍口的火焰遮住 平常打起來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晚上上夜市盡槍口焰幾百米外都超明顯 儘管問題還是很多 但是這個改動方向我是非常支持的 國軍的改革方向是對的 那次還增加了營區外速營以及10公里行軍 國軍以漸進化的方式 從一開始的5公里 7公里到最後的10公里行軍 全程都是需要持槍 帶戰術頭盔以及其他裝備 整體用的都是新式的現役裝備 國軍現代化的成效也還行 但是實際上正式執行大規模教招 裝備有沒有這麼齊全就不知道了 之前傳出因為裝備要先給教招部隊使用 所以就有職業軍人拿不到裝備的情況 這就要看國軍後勤的能量了 而且目前看起來部隊的行軍還是算輕裝 與實戰上需要攜帶的滿彈夾彈掛 好幾天的軍用口糧和相關的其他設備差距還是有的 同時在行軍休息時 部隊長官也會安排部隊進行警戒 只是警戒的方式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全部人都擠在一起 而且很多人完全沒有找掩護 如果遭遇空襲炮擊或是敵軍步兵分隊的埋伏 一次掃射就可以滅掉一整個班 感覺也沒有分隊執行不同區域的協同警戒 真正打起來還是很容易一出場就被打爆 行軍之後也不是馬上休息 而是進行各部隊的武器訓練 像是迫擊炮的操作演練或是實彈射擊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是比以前硬很多 這樣的訓練比以前在舉光室看影片好太多了 而且其實民眾的回饋也很不錯 雖然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在進步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我個人覺得這樣已經非常不錯了 過去的教招因為國軍人力不足 和資源不足等相關問題 導致教招有人數不足 以及人數分佈不公平的問題 很多人每年都被瘋狂教招 但也有人退伍之後就幾乎沒有被教招過 今年原本五到七天的教招令 從九萬七千人增加到十萬四千人 雖然增幅沒有很大 但是加上訓練時間翻倍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國防部隊後備的重視 這部分真的要請人民多給國軍基層官兵 以及高層一些鼓勵 改革並且推行新的制度 對任何大型的組織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有人願意做出這些有利於提升國防強度的制度 都應該給予鼓勵 特別是辛苦的國軍基層 在補償方面這次國防部也提高教招人員的薪水補償 雖然說真的還是少到可憐 但是國軍勤儉建軍大家也不知道 能多給一點就已經很不錯了 同時國防部也補助部分企業減稅等優惠 來減低企業的負擔 雖然這個部分對企業來說應該是沒有差很多啦 但是總比沒有好 因為訓練的時間拉長到14天 所以民間也有出現惡意解雇的情況 政府可能要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但是我知道這個很難 所以我也不會太計較 再來就是這種強度的造交 對負責的職業軍人壓力非常大 在資源沒有到位 政府沒有配套的情況下 強制執行的問題會很大 很多職業士官兵都需要連續好幾個禮拜來進行準備 所以拜託政客你再給我污錢你試試看 在上面當肥貓一整年都不用開會的戰略顧問 花個幾千萬 還不如給國軍招募更多職業軍人來填補空缺 總體來說這次的改動 我已經可以在改革的這個方面給大拇指 這沒有什麼問題的 要改進的地方還是很多 但是這次的改動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包含帶槍行軍 強化的射擊訓練 夜間射擊訓練 夜視鏡的使用 營區外速營 我覺得我看到國軍很多很用心的地方 想要在訓練和名轉兵的適應上做出最大的平衡 光是有洗澡機這件事就讓我非常的驚訝 我新訓的時候不止有時候沒有熱水 而且我們的淋浴間還沒有門 還因為要趕時間要好幾個人擠一間洗 結果現在居然可以一個人洗十分鐘 而且野戰洗澡機居然有熱水 雖然聽說也是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好啦這個很國軍 那至少不是完全冷水嘛 這樣可以確保訓練的過程中把最重要的部分先練起來 其他的部分在與時俱進的改進 不然冬天訓練一群人一進來就全部感冒 那其他訓練也不用練了 至於很多人會說我希望可以改進的這個部分 對後備要求太高 我個人覺得不會 這些比較多是戰術觀點的問題 例如要怎麼找掩體 帶隊的職業軍人也沒有能力可以建立臨時的防線 並且搭起暫時的通訓點 聯絡其他單位進行火力支援 被伏擊的時候部隊應該要怎麼散開 各單位的緊急應變措施會是什麼 這些訓練的難度都不會很高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訓練場地 如果未來要推廣14天的新式教招 那目前的訓練場地是絕對不夠用的 希望國防部可以考慮大量增加相關的訓練場地 包含靶場 野營基地 火炮陣地等等 當然這就代表需要更多的資源 人力和民間的合作 只要場地跟不上新式教招 就不可能擴大展開 其他的射擊訓練的部分 則是缺少描具的校準以及使用 後備部隊人數也不多 要給大家裝備美軍30年前就有的光學描具我覺得不難 大家也都知道打把也不是用你身上的槍打 都是用狀況比較好的那幾把槍 讓少少的這幾把槍上描具一點也不過分吧 之後我們會專門做以色列部隊如何把 義務役訓練的內容整合到社會中 讓受訓人員可以好好的銜接到社會 並且同時具備非常高的戰鬥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幫我們訂閱一下 如果想討論對於新訓應該要怎麼改進 可以去看我們先前做的美帝練兵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